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故事要从一个男人以外获得了一个神秘的古董归的手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废弃的403画室 一声飘忽的轻叹牵出了一段陈年的往事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父亲去世之后留下的一个日记 奇怪的是日记竟然还在更新 下面开始第一个故事 一个在自己的执念里苦苦挣扎的人 然后再准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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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锁可摸不得 锁叫亡灵锁 柜子是安宁柜 我不信 你说的都是下呗 都是桂里乱山之树 柳先生 老板 你不卖给我柜子 也不至于找人吓唬我吧 柳先生 没有人吓唬你 你已经一个人在这里 站了半天了 老板 这个柜子 我要了 我老婆肯定喜欢 多少钱 他打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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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侯 ワ人 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吃饭了 老婆 你干吗呀 你不是在医院吗 好了 先吃饭 你 你谁说回来的 早上啊 好了 先吃饭了 你回来也不告诉我 我 我好想接你啊 这个柜子是新买的 你喜欢吗 这柜子一回来你就回来了 这柜子跟太有缘 老婆 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那个 我不是 不能乱生计了 然后咱们并言好 好的 你也吃 这柜子真好看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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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说个事啊 我上次那个事情啊 终于解决了 老板说要给我升职加薪呢 老婆今晚上出去 庆祝一下 啊 老婆 你是不是特喜欢这柜子 我第一眼看你 知道你特别喜欢 那我义无反无 我无论多少钱必须买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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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伤 好伤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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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这好伤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上面 好的 上的时候 在上面 嗯 以后别人对我生了孩子 你还给我说 你先走 我来打算打你送给你 哎 我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 来来来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啊 不是 你 你习惯有点严重啊 这 你看 不用担心 把药吃了就好了 一定要给我 你要是吃完药还不定好 咱们就去医院 给你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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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 來吧 老婆 老婆 跟谁说话呢 潮州 窥死里也有人 有人 哪有人呢老婆 你怎么了 这哪有人啊 又不噩梦了 我躺下来 鬼子告诉我一个秘密 这怎么了这是 来 你听 鬼子里的人说 你想知道的话 就站进去 站进去 不是 老婆你 哎呀 你站进去 我 等她干嘛 我 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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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婆 你这身上 先生 这把错可摸不得 老婆 潮生 老婆 老婆 开门 老婆 老婆 你的柜子有问题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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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達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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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呀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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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是你吗 老婆 你 故人 病的 老人 老人 死 我好喜欢那个柜子 我好喜欢那个柜子 超市 我好喜欢那个柜子 你要好觉得 超市 老板 老板 你这柜子有问题 超市啊 你又记错了 你卖柜子给我的事 已经过去二十年 超市 老板 别的东西买了可以 柜子 是我结婚时的家庄 不能买 我们 一不变之后 好吗 好吗 输回来吧 跟你等我念想 输回来吧 牙 十 primer 哪吓à 他 是不是 上枪 那么 他是吗 房子 我 我说话 二十年前你记者为你老婆治病 把柜子卖给了我 正好有人像中了 我就出手了 这个柜子和那个柜子 只是像吧 不 不 你可骗我 这就是那个柜子呀 我老婆还在呢 只要柜子回家 我老婆就能回家了 好好好 我老婆还在 好好好 我老婆还在 好好好 真是 这是你老婆 让我转交给你的信 老婆又来信了 谁是我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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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我老婆的信 我老婆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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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赶紧回去等她 我这就可以了 你进去 没有啊 你跟我itsu 先完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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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 这一家面积很大的古董行 老板很会装饰 四壁悬挂着深红色的绒布墙漫 灯饰全都做成了反骨烛台的模样 那油瓷般的光亮 像一层漫过了时光隧道的博物 诉说着一个个年代久远的故事 大厅里陈列着很多东西 小到玉气陶瓷 大到重岸窗塔平风 东西的摆放错落有致 缓步其中 真可以很厉害 因为那种 怀骨的忧思 柳朝生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 走进这家古董行的 柳朝生对古董没有丝毫的研究 但那天他和妻子大吵了一架 妻子竟然搬出了皮箱 说要永远的离开这个家 为了挽留住妻子 柳朝生只好选择了退让和回避 他无聊的闲逛着 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走进了这家古董行的大门 开始的时候 柳朝生还只是心不在焉的走马观花 但越往里面走 他的眼睛就真的越大 柳朝生头一次发现 这些东西原来如此动人 那一件件古色古相 叫什么呢 拿来 老师 快点啊 杨洋哲 你可真行啊 展赛还有一周去结稿吧 怎么着 准备拿着临摩的作品去参赛啊 老师 我不想画精物 这根本就没有灵魂 我 我想画人体 咱们这个小县城 我上哪儿给你找人体模特去 你呀 看什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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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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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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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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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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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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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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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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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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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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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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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只要 只要你的愿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 中文字幕志 天天 我给你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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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天天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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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天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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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